紧跟投资理财节奏,便记上帮关注我们,关系采访。 最近一段时间,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下跌比较明显, 比如作为货币基金龙头老大的余额宝货币, 其去日年化收益率已经下降至3.377%, 百分好,创下一年吧,以来新低。 与货币基金收益率不同的是,银行存款利率仍然比较稳健, 甚至部分银行的存款利率还有走高趋势。 据西财产了解,目前就有银行的三年期存款利率, 上调至了3.85%,百分好,完胜于额宝的收益率, 随着货币基金收益率下滑,是不是该把钱存回银行呢? DUF银行存款利息怎么算出来的? 对于把钱存银行是否更划算的问题? 我们来了解一下银行存款的利息是怎么算来的。 首先,银行存款利率是由基准利率和浮动利率组成的。 基准利率是银行公布的, 比如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1.5%, 百分好,各银行的存款利率和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进行上下浮动, 但浮动范围一般不得超过50%, 比如3.85%的三年期存款利率, 就是以基准利率2.7%, 降幅了42.6%的结果。 这个浮动可以是由银行自己给出的, 也可以是储户跟银行协商的。 在此,金财利财告诉大家, 关于存款利率的高低, 储户其实是可以跟银行讨价还价的, 当然前提是资金量不能太小。 其次,银行存款利息的计算方法, 银行存款的利息在一个存期内是爱单利计算的, 意思就是说, 假如是存的三年期的定期, 存款利率为3.85%, 那么这三年里每一万元的存款每年的利息就是385元, 产生的利息不会进入下一年的本金计算利息, 三年下来的利息就是385乘以3, 等于1155元。 在这方面, 货币基金就有明显优势, 因为货币基金是按负利计算利息的, 每天产生的利息都快进入本金继续产生利息, 所以在同等本金, 同等年化收益率下, 货币基金的总收益, 要比银行存款利息高。 关于存钱的技巧西财君也做了汇总整理, 关注西财网的朋友发私信里才进行了解吧。 不过, 银行存款在一个存期内, 虽然是爱大利计息, 但进入了到下一个存期, 还是会安负利计息的。 这就是说, 当一个存期结束后, 钱如果不取出, 银行就会自动转存, 而自动转存时银行会把前一个存期产生的利息全部进入本金, 继续产生利息。 对于自动转存需要注意的是, 一、自动转存的期限是跟前一个存期的期限是一样的, 比如之前存的是三年期的, 自动转存就会继续存三年期的。 二、自动转存的利率不一定是原来的利率, 自动转存的利率一般, 是银行当时的挂牌利率, 而银行的挂牌利率会随着基准利率, 和银行自身的资金情况等因素来扫折, DIF与买货币基金相比, 前存银行是不是更划算? 如果是在一个存期内, 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是可以确定的, 超过一个存期, 其利息的多少取决于转存的利率? 假如三年期的存款利率为3.85%, 那一万元存款三年的利息收入, 就是1155元, 而余额保的收益率如果一直在3.377%, 根据西财军策赞, 三年的收益为1065元, 这么看来前存在银行确实是更划算一些, 不过, 货币基金并非只有余额保一只, 还有不少收益率比余额保高的, 那货币基金的收益率要达到多少, 才能比银行存款更划算呢? 假如同样的是三年期限, 银行存款利率为3.85%, 百分毫, 一万元银行存款三年的利息, 仍是1155, 而同样是一万元用来买货币基金的话, 新财军策算出, 只要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.65%, 百分毫, 收益就可以超过银行存款利息, 所以, 钱放哪里更划算? 大家应该清楚了吧? 点击, 获取更多理财干货, 看准投资理财节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